接種Biontech疫苗的7間醫管局接種中心即日起開始運作 有市民之前未能預約科興,所以轉打Biontech 亦都有人覺得打Biontech比較安全 柳浩亭報導 在荔枝角的接種中心 有預約了的市民一早來排隊打Biontech疫苗 有跨境司機在屯門搭車出來 我身上是打科興的 但是約不到,約到普適泰 運輸廁都有些信件發過來要求我們打 不過我們自己都要求打 中心叫早大約8點開門 市民入場前都要用安心出行 或者登記個人資料 但人太多,一度有點混亂 有人打完針後,針口有點興奮 休息了15分鐘後獲准離開 很有信心 我記得我們市面上有一種奶粉 一種是地牢奶粉,一種是進口奶粉 如果要選奶粉,人人都會選 如果要選,人人人又不會選 打對身體和荔枝是一用的 更舒服 比打其他免疫針更舒服 是 打得好像沒什麼,直接不通 這隻的效果比較好些 科興雖然國產的副作用者 我承受得起高風險 在對面海的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 同樣有市民排隊打Biontech 當中不少是外籍人士 和60歲或以上群組 有人說原本想過去打科興 第一次上不了網 如果是約了也脫底 為什麼呢? 沒有信心 為什麼沒有信心? 你看新聞看到,一宗又一宗 沒彩就中了 自己有高血壓,高血壓成三、四十年 一直都under managed 這麼多年,我們都是用疫苗來控制傳染病 所以打疫苗是個人健康的責任 和社會的責任 首階段打Biontech的七間疫苗 接種中心都是由醫管局營運 下星期二起會有多12間中心 部分由私營機構營運 有線電視記者留屏 一個外籍男人,早上11點多 在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 打完Biontech疫苗之後懷疑不舒服 救護員用擔架床將他送上救護車 再到瑪麗醫院治理 適合 一會兒 完全被冤架 打完Biontech 聲敏